大家好,我是枝干 昨天晚上下了一个晚上的雨 现在又下大雨了,没办法进山 这个季节我们这边一下雨之后 它温度下降的非常快 因为我们这边的海拔比较高 那今天没办法进山 那就把火坑填一下 上次虽然说田圈了 它的深度还那么深 生活做饭的话不方便 这棵铜树真让我着急啊 别的铜树都发芽了 它还没动静 要不然你们看 这个铜树就在这里 铜叶全部长起来了之后 特别是开了铜花 楼梯在这里经常上下 这种感觉应该非常的好 过两天吧 等天气稍微干一点 就到我那上面有个蝙蝠洞 有厚厚的一层蝙蝠粪便 听说蝙蝠粪便的话 对那些树木啊 是非常好的有机肥 到时候就给它多湿一点肥料 铺了砖还是太深了 要铺一层土 铺一层土 然后在上面 再铺砖 雨越下越大了 等一下咱们回去 等一下咱们回去 这些大的石头要选掉 要不然有的石头 它烧起来会炸 要不然你看这种石头 我们这边叫火石 它遇到高温 特别持续的高温 它就会炸 炸起来把那些火 全部炸到到处都是 炸到处都是 然后从家里面 咱们去调出 就会炸到处理 就会炸到处理 更改善 然后 parts 不要炸到处理 很大的灰 现在高度差不多了 涩 水 水 水 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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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深度就可以了 这些砖就不用铺到里面了 这些砖下次就可以用作其他的用处 其实这些砖值不了几个钱 但是背过来的距离太远 所以这个就比较金贵 这些砖子的砖子 外面一直在下雨 回不去了 泡一杯茶 等雨停吧 如果雨停不了的话 今天晚上住在这里试一下 生一堆火 这种是我自己家的茶叶 最近有很多粉丝朋友说我视频有点乱 比如说今天去发种树视频 明天的话又去发中花视频 然后又不管了 你至少要拍一下怎样施肥浇水 看它的成活率怎样 生长情况怎样 然后的话一去种地了 挖鱼塘了 到大山里面去采摘山货 又拿回来种的房子旁边等等 非常的乱 其实的话你仔细想一下 这一切都没有乱 都是围绕着我的山居生活进行的 无论哪个平台 我现在也有做国外的平台 比如说脸书 油管等等 无论哪个平台 对每一位创作者都要求他有一个垂直度 我的垂直度就是山居生活 我拍的视频都是围绕着我的山居生活进行的 比如说我去拍挖鱼塘 我天天去拍挖鱼塘 别说你看一眼翻了 我拍的拍一眼翻了 所以我的视频没有乱 只是以后的话 我拍视频的主题的话 就是围绕着山居生活之外 还要到大山里面去采摘各种野生食材 怎样把它做成美食 怎样去区分各种山货 只不过以后的话 这种可播的形式比较少了 做的比较多一点 水开了 现在三点多了 外面的雨还在哗哗的下 今天可能回不去了 我这里离家又很远 晚上住这里 我们这边海拔高 晚上温度低 睡可能没办法睡 因为没被子 回不去的话 只是深堆火住这里 而且天现在又很黑了 马上应该有一场更大的雨 突然间想到今晚要住这里 感觉到心里还有点害怕 也不知道怕什么 要多买几只狗 有狗在的话 胆子会大一点 其实我很怕什么 就是那个窗户 很多人他说 我应该搞落地窗 如果搞落地窗 我更怕 我怕的就是 有那些阿飘 当然这只是种传说了 穿白衣服 穿红衣服 给我窗户旁边飘过 等一下一飘过来 别别吓死人 其实没有这些事 但是眼睛一闭上的话 偶尔会幻想 有这样的事 心理作用 就这样子 hjäl我aligm啦 觉得硬 Progressive 血型 带法